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录音里压力的老板 徐明潮对于压米进行人身攻击 黄紫涛干扰了这段录音之后 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声援 痛斥压米的老板恶心 荒废别人青春 很快就获得了100万网友的点赞支持 同为练习生老板 黄紫涛一点都不害怕 利益上了冲突 在公共平台凭着一腔热血 勇敢发声 严格来讲 无论是他是以明星 还是公司老板的身份发声 都不算一个聪明的行为 但这就是他一贯的行为方式 不过后果也蛮生长 也就是这种真性情 才会让他拥有一批拥词 因为在黄紫涛的身上 大家看到了一种真实 直播的时候 他会素颜对着镜头打鸡血 不要脸的对粉丝们说 做不到像我这样努力 就不要喜欢我 最夸张的是 他甚至仰天长叹说 我真的我太想谈恋爱了 有时候我真的直接给他跪了 他是忘记了自己是偶像了吗 别看现在他被称为 人间真实黄紫涛 这要是在当年 他这些不正常的行为 等来的只有网络暴力了 在直播里有这样一个提问 肖战如今的全网黑 和当年黄紫涛的有什么不同呢 看到这个提问 我满脑子的问号 一位网友说出了我的心声 在黄紫涛的面前 没有人能够配得上全网黑 肖战都没资格 更别是论吴亦凡和太熙坤了 都是弟弟 原因一 黄紫涛的黑料 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 都是堪称潜无古人的 2015年新浪娱乐写了一篇稿子 指责H姓小鲜肉 团队许瓦大牌 明明迟到了 被说向黄国之后又翻脸 灯光舞台都准备好了 最后却只能够文字采访 随后娱乐圈继委 王思聪也转发了这条微博 并且爆料说他到处约跑 香港某娱乐周刊拍到的时候 黄紫涛在海南旅游 向跟车的私生饭挥起了木棍 棍子上还有钉子呢 黄紫涛在微博上面痛斥跟车行为 但是在拓持上他用了回韩国 不但对这个粉丝大打出售还不爱国 在中国被抓到不爱国的把柄 可想而知事态有多严重了 王子涛不仅在国内闹腾 有一次甚至丢脸都到国外 根据港媒爆料 因为黄紫涛没有受到邀请 竟然敢做出硬场 Warser秀场的事情 种种黑料起来 吞没了黄紫涛刚出道的时候 斩下的个人魅力 粉丝扣评都扣不过来 高赞永远是嘲笑的评论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很多都是误会 或者干脆就是为了流量而黑 修量的原稿 指出了央视挑战不可能 节目组对他的非常不满 可最后央视的宋妍、徐文广、秦子瑞等等 纷纷都站在了黄紫涛的这边 而所谓的耍发牌 就是因为黄紫涛的头发是粉色的 不能够上电视 他去喷头花了一点时间 回来之后采访记者就已经不见了 至于拿钉棍来赶粉丝 仔细一想就知道多离谱了 谁去旅游会带一根香钉的木棍 只是捡来自卫而已 不爱国就无疾之谈了 黄紫涛从小学悟 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 熟悉他的都知道他不仅经常向队友推荐中国 还到处的去挥舞着中国国旗 那个曾秀事件黑的更是没水准了 事后黄紫涛放出邀请函 硬创秀场完全就是营销号为了流量写的剧本 而四聪的所谓爆料 大家就当个笑话看吧 一年过后便问起这件事情了 他说只是一个调侃 原因二 讨厌黄紫涛和讨厌肖战的人有本质上的区别 肖战粉丝是真的摧毁了很多人的精神家园 拿我来讲 我从未黑过肖战 我内心只是抵触肖战粉滥用举报机制 但没想到有一天吧 明明我手身如玉还是被波及 我非常喜欢的微博博主 雅非文学bot被他们逼到退网了 原因是他短发了一个网友的投稿 原博ID的赞仪式肖战的黑称 就因为雅非文学bot不认识这个黑称而酿成大错 这叫什么嘛 我真的是欲哭无泪了 就因为这么点事就让一个博主消失了 我这样的遭遇是非常普遍的 很多人也都是这样走上反感肖战的道路的 而黄子涛惨的地方在于他是被买黑料的 所谓黑料都是断章取义的 黄子涛成为了营销号的养料 而路人则跟风 以获得更加的快感 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黄子涛以及他的粉丝并没有做出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就像知乎秘密网友说的那样 很多人黑黄子涛黑到最后都忘记了为什么而黑 可是尽管黄子涛很多黑料都能辟谣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知道 他们也不会在乎这些 依旧找黑 身处嘲讽黄子涛为政治正确的浪潮力 没有人会去分辨方向 随波助流即可 根本就不用看清真相 曾经以为打篮球是我的特长 后来才知道是我的爱好 今年蔡徐坤以一句调侃刷新观众对他的认知 之后通过青春有你二奔跑吧等综艺成功取黑 去年吴亦凡出了一首大碗宽面 再参加综艺 展示一下自己在说唱的节目上面没有的呆萌 最后和蔡徐坤一样通过自黑成功取黑 明显用自黑来洗白 这是屡试不爽的公关手段 但对于黄子涛的洗白来说 用自黑来形容还不够全面 应该说他是完全凭借着骚气 在一群黑粉和营销号的包围圈中杀出一条血路 黑粉热衷于给他制作表情包嘲笑他 他干脆坦然接受 给黑粉指引素材库的方向 去吧孩子 在真正男子汉里有你想要的东西 大家明明是来看笑话的 却把他耿直的性格给全粉了 教官让他抓鸡 他却被鸡折磨到崩溃 由于太怂了 对鸡发脾气 掩饰内心的尴尬 要集合了 可是饭没吃完 好饿怎么办呢 偶像包袱什么的先放一边 离开之前再巴不几口 当教官罚他吃土的时候 他也真的咬下去了 真正男子汉除了黄子涛的翻身之作 因为大家真的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明星 而在其他的综艺里 他还有更惊人的表现 他让王燕霖将周东宇举高纲 如果能做到 他就跪下喊爸爸 后来王燕霖很轻松的就把周东宇给举了起来 没有想到黄子涛还真的 我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你们自己看图吧 黄子涛总能够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 这不是演出来的综艺感 东方网评价他说 明星很多 真我的不多 像黄子涛这样 做自己的更少了 黄子涛可以说是娱乐圈一个独特的现象 他不装非常自恋 形容自己是魅力无比帅气歌手 加上实力派的演员黄子涛 迎着拿起手机 他就很快摆出一个自认为帅气的资讯 还经常让王燕霖夸他帅 当别人说他很迷人的时候 他就回 我知道 他也爱自黑 代言威势的时候 经常录小精灵特效的视频 别人说他没作品 什么都没有 他就说 我不仅有眼线 还有很多骂我的黑我的人 还有我也写了一些歌 希望大家可以去听 并且坦言自己也用自己的表情包 或许对于黄子涛来说 被黑粉狂欢或许不是坏事 因为长期拥有着很大的关注度 他最后凭借着耿直的性格 和沙雕的气质成功的将关注度收入囊中 很容易就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本来大家都是黑粉 都是来收集表情包素材的 进而在互联网世界征战四方 没有想到是黑着黑着 怎么就粉上了呢 不管了 反正这黑逼也挺有意思的 我们有时候很难说清一个人 是情商低还是真性情 反正怼人吧 黄子涛是认真的 无论对象 先气何酒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呢 吼成龙说你安静一会儿 对朱雅文说你别叨叨了 还说小沈阳长得丑 虽然无法用一个标准去衡量 真性情和敌情商低 盖着看他的业内评价 能够从侧面得出答案 他在圈内口碑非常好 何酒说他非常努力 朱雅文希望有这么一个弟弟 小沈阳特别喜欢他 潘伟博也夸他很可爱 参加这次街舞的时候 杨文浩作为popping舞王 几乎在用生命保护黄子汤 就是特别想保护他 让他变回那个快乐的黄子汤 大家非常喜欢和这样的人相处 因为不会很累 他非常真诚 偶尔露出的敏感会给人带来很多感动 在电影《少年的你的》里边 他看到了周冬宇被欺负非常生气 打电话给周冬宇说 带着哭腔啊 我要干死那些欺负你的人 这样的黄子汤很难让人不爱 一直被黑黄子汤也知道 所以他在默默的努力着 用行动证明自己 去台湾拍戏满身是伤 不发朋友圈卖惨 不发微博博同情 只是将照片保存在手机里 告诉自己男孩子就是要吃些苦 黄子汤矜持不用替身 导演丁盛 要用替身的时候他还生气了 说我能拍干啥用替身啊 和成龙合作的时候 也刷新了成龙对小仙佑的认知 零下18度长着水痘 脸上痒不能抓 无法抑制住内心的痛苦 他忍不住哭着对成龙说 我真的很痛苦 可是一旦导演说预备 他一马就进入到了演戏状态 导演说咔 他又哭了起来 尽管这样他都没有退缩 认真地将自己的工作完成 时过境迁他闯过来了 不再是那个风口浪尖的法法 后来他渐渐地说 没人骂我都不习惯了 自己已成风破浪 不万鼓励粉丝说 我坚持下来了 你们要坚强呀 话又说回来 黄子涛也没有很安全 性格和颜值只是加分效 不能是在娱乐圈的立足之本 黄子涛现在最缺的是 代表性的作品 不过没关系 既然都没有摔倒 在那条黑暗的隧道里 害怕看不到蓝天吗 出发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 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感谢您的频道